很熱門的一個題目 就是 我們的蔡主席也說了 講話講大聲 說這個店家 未來十年沒有大漲的理由 要非和 要非 五美 何一何二何三 都要如期的廚藝 台電就預估了 如果如期的廚藝 到2025年 就是 蔡主席 蔡當選人 蔡總統當選人 他對外形成 2025年可能 是不是要達到一個什麼境界 非和還是什麼的 2025年 他不知道是什麼境界 非和 不是 市報委員 我看到報導 是說 他們2025年是希望能夠發電 發到500億的那個綠電 綠電 2025年是500億的綠電 他500億的綠電 那這樣子 合一合二合三 配合合一合二合三 可以全部除掉 這樣夠嗎 是 那這裡這裡當然 有一些地方 可能還要注意啦 就是說 他那個 我們要看氣候的變化 請問你要不要 我先回答一個 核一核二合三 是不是 2025全部除以 對嘛 所以也就是說 那核四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了嘛對不對 所以等於是 2025就沒有核了嘛 就是非核家園 非核家園嘛 那 按照今天的媒體是說 會有400億度的 所謂的供電缺口 但是 你剛剛講的是不會 這個是我們看到報紙上的報導 這個是 你是軍機部不能只看報紙 你要告訴我們這個是真的假的 會不會有缺電 我們認為這個 這個 這個還有缺口 它是會有缺口 那個 假如說都把核電 都把它廢除 再生能源 能不能跟得上來 這裡還有一點點疑問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你要再 是 這個報導對不對 這個報導對不對 現在的政府的看法 是說 核電的廢除 要看著再生能源 起來的速度 假如再生能源起來 得了的話 那核電當然在 因為非核家園也是現在政府的一個目標嘛 現在我看起來 核一是已經提早被廢了啦 因為你現在 現在那個處理棒出不去嘛 然後新北市的那個去 那個那個燃料棒的那個池子啊 沒辦法使用嘛 在家裡沒得放 外面出不去 那就沒有了嘛 本來是 本來是明年才除疫嘛 大概今年就要除疫了嘛 有可能提前除疫 對嘛 就核一就可能提前除疫了嘛 是 那核二當然如果這樣子 那核二一定是如期除疫嘛 核三也如期除疫嘛 那就是 那就是面對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嘛 除非你剛剛提到的再生能源 綠電有五百億度加進來 五百億度加進來 是不是四百億度缺電就不會 缺口就沒有 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這個五百億 他們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發電到 2025年能夠發 這個再生能源能夠到五百億度 但是能不能發到五百億度 假設可以了 假設可以他沒有問題 那就沒有缺電了 他這個就可以把核電廢除 但是能不能達到五百億度 這個呢有問題 五百 你認為是達不到 我們認為他非常非常的困難 還有另外一個呢 報告委員還有另外一個因素是 假使做到五百億度的話 成本是如何 會不會影響到電價 請問現在的我們的平均電價一度幾塊錢 現在大概兩塊八毛 兩塊八毛 一般用戶是兩塊八 那工業用戶呢 工業用戶差不多啦 差不多 那如果綠能大概多少 綠能現在 現在以我們飆飆這個競飆制度 現在大概一度四塊多 四塊多 是 還有高到十塊的 那個是早期的 早一點的 早一點飆的 早一點跟他簽約的那個 有高到九塊十塊 現在還有嗎 現在沒有啦 現在大概在飆的都是四塊多 四塊多 所以這五百億度都是用四塊多來算 會不會說 未來因為有Learning curve 學習期限 所以這個越做 這個發電成本越低 低到跟現在一樣2點多 這個要看科技的進步 看那個科技啊 能不能進步到那個地方 所以四百億度的缺電是 假設沒有 再生能源的補過來 才會缺 如果再生能源 綠能啦 我們講綠能好了 把它補進來 不會有這個缺口 就這個意思 是不是這樣子 你今天這個題目一直閃爍 還是你不是很清楚 不是 我們研究 不好意思講 不敢講 他很多事情啊 他有他的關聯性 我們研究這個問題 我們對這個問題花的時間 實在是太多了 對於這個能源的供應 供需 那個副院長知道 前面那個 那個時間前那個 那個毛院長啊 叫我們做了好多好多的研究 那個simulation 這個情境的模擬 我們花好多時間在這個做這個模擬 然後做這個能源配比的規劃 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最後 最理想的一個能源配比 就是說 我們一方面努力的發展這個 再生能源 你知道我們現在是盡了全力 在發展再生能源 這是一個方向 第二個就是節約 我們 您看好 我們有智慧節約計畫 在民生服務業方面 還有工業節電計畫 這兩個工作努力的去做 那麼來看看 將來啊 應該按照這個的進度 來決定 這個核電啊 應該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現在外界 而且看到未來的政府 不僅僅往這外面努力喔 非核努力喔 還有非煤 就是不燒火力化電啦 不要燒煤啦 這更難 更難 我們現在火力化電 炸我們的用電多少 反比 大概百分之五 五十多六十 五十多嘛 現在 現在 還有環保團體提出來 不僅僅沒有核 還有沒有煤 這個做不到了 這個做不到了 好 這個做不到了 做不到 非核做不到了 事實上那個 我想借這個機會 也 也利用一個很短的時間 跟委員報告一下 煤如果我們處理的好的話 它的這個排放 它的排放出來的這個 這個空氣啊 它可以跟天然氣一樣好 現在的科技已經辦得到了 我們現在台電打算努力一點 看能不能把它引進來 請問那個部長 我們現在 核市是不是形同廢掉 封存 我們現在好好的把它保管好 是不是形同廢掉 現在沒有在用 沒有在運作 為什麼不直接廢掉 那這個是當時的政治決定 好 這個是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故事 大家沒有把他講出來 院長順便 差不多看看 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封存它是資產嘛 廢掉了就變廢用了嘛 就不容易啊 叫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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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多億啊 4800多億啊 是不是 這裡面成本全部加起來 對不對 應該是3千億啦 3千8啦 3千8還是 3千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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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是 3千億嘛 3千億嘛 3千億就誰買單 老闆心買單 所以這個還算是 你廢掉那就是 ride off 3千億ride off 那這個誰 誰買單啦 院長 假如廢掉了 全民買單啊 全民買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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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麼簡單啦 3千億我們算2千3百億好了 對不對 一個人一萬塊 就這樣子 所以就擺著 擺著 這個還是 但是 有一點 考慮這個東西啊 當然這個 就看新政府的做法吧 如果新政府 要把它直接ride off 院長你會怎麼看 我想 這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就是全民買單 是很痛苦的事情